说到这里边 因为判断力的问题 我们没有时间去集中去讨论了 因为判断力的问题 就是涉及到怎么沟通这两大领域 因为我们现在讲这问题 还是在实践理性的角度来讲公设 那么抗的要从整个体系的角度 你就涉及到纯粹领体判 实践领体判 讲这两大领域 究竟怎么来个现实的沟通 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讲 但是康德的主要精神 我们想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 康德有一段话 应该说快智人口 叫做有两种东西 我们越是对他反复思考 他们所引起的那种敬畏和赞叹 就越是充裕我的心灵 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这两句话就刻在了康德墓上 首先你可以看到 康德就把内心的道德法则提到什么高度 和头上的星空并列的高度 其实在康德的心目之中 不仅仅是并列 他还要高于头上的星空 为什么 我们说在这段话 后面康德有一大段话 来解释他的思想 他讲什么 他说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都和我们的生存密切相关 一个是和我们的自然存在 一个是和我们的道德存在 就我们的自然存在而言 我们生活在地球 地球的太阳系 太阳系的银河系 银河系还有系外星系 和浩瀚无垠的宇宙 联系了在一起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 说我们所生存的地球 不过是浩瀚银河中的一粒沙尘 我们这些就是生活在这颗沙尘上的 微不足道的生物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了生命 但是不过几十年 我们就会把生命重新还给自然 加入到自然元素的循环之中去了 所以你看 头上的星空 敬畏 但你感到的是人的渺小 康德马上讲 说人的内心的道德法则 自律 就使我和一个超感性的 一个理智的世界 一个自由的世界 发生了关系 那么人的价值和尊严 就体现了这个方面 体现了这个方面 我想 在康德心目中 这个自由其实是要高于自然的 高于自然 在这点上 我们讲最后再关于康德讲一句话 就是 康德哲学在根本上 应该是意识到了 近代哲学启蒙主义中 这个理性和自由的冲突 或者说科学和道德和自由的冲突 因为我们说 从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这个时代 科学的时代 信仰发生动摇 甚至到十八世纪 法国无神论者 科学高歌猛进 但是 信仰动摇 比如说上帝退位 理性 你能不能去填充上帝退出来的位置 所以康德的解决的方式 强调 也就是说 补充了 弥补了 启蒙主义的理性概念 因为启蒙主义一讲到理性 它主要是科学理性 但康德这里面讲 要把实践理性加进去 而且把实践理性当作什么 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东西 在某种意义上 康德其实就是意识到了 科学最后发生了信仰的动摇 那么人的精神方面的 由谁来负责 科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我们想康德哲学之所以 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和康德其实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 要说科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 比康德那个时代的科学 不知道发达进步多少倍 但是我们精神方面的问题 恐怕也会放大了很多倍 放大了很多倍 为什么我们会要讲科学精神 还要讲人文精神 是吧 这个是叫做物质文明 还要讲精神文明等等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 由于科学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但是我们却又的确面临的是 比如价值多元化 道德相对主义等等 精神方面的问题 康德其实在做出一种努力 他要去试图弥补启蒙的局限 来用后世人们 二世纪一对概念来解释的是 叫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 一个平衡问题 这个概念的初心应该是 马克思韦伯 很著名的社会学 社会学家 科学技术是什么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过去 在西方它是由宗教来提供的 信仰价值理性 也就是说 简单一句话 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那是由宗教来解决的 科学技术 这解决的是 叫做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只讲效率 不讲结果 不讲那个目的价值的 不讲那个价值的 那么近代的发展 用韦伯的话说 讲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社会学来越合理化 组织化 但它却带来了一个结果 就是非理性 用理性化的结果 引出一个非理性的结果 它的结果是非理性 就是说 它高效率 就是从计算方面 从科学方面 它越来越合理 但是这只是工具理性 那个价值理性 去基本被工具理性所取代 失去了平衡 也就是说 一个文明它失去了原来的 原来宗教可能起的这个作用 现在宗教起不了这个作用 起不了这个作用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 那么康德的伦理学的思想 无非是要解决价值理性的问题 价值理性的问题 我想 关于康德哲学 我们就讲这么多 因为时间问题 当然实际上我们在康德这已经讲的比较多了 原因在哪呢 就是说前面的很多哲学家 也许我们大的原则讲一讲 简单讲一讲 大家能够理解它 但你涉及到康德没有具体的论证 没有具体的一些内容 你很难体现它的那个思想 但是显然康德哲学的局限性是很清楚的 我记得我讲过 我说康德哲学绝不是不留神 陷入了二元论和不可之论 他就是自觉的从二元论和不可之论出发的 但是康德绝不想把二元论和不可之论贯彻到底 因为他毕竟要建立一个体系 你这个体系要统一 但这项工作 应该说康德自己已经 我们也不可能还要要求康德做这个工作 尽管康德晚年也在思考这类的问题 他不是没有思考 但是康德毕竟 你想他虽然活了八十岁 我们今天想想一个八十岁的人 可能头脑还很清醒 但是具体的康德本人来说 他的这个创造力应该是在 1781年到1791年是92年 那个判断的批判 还是哪个 还是那个那个 单纯旅行范围内的宗教 反正大约的时间 十年左右的时间 再往后康德智力有些 这个不行了 我们想康德写了这么多书 其实每一本书就足以让他不朽 我们也不能要求说 他还能解决自个儿的问题 虽然说康德自己也在面临这个问题 康德在1796年到1802年 1802年以后 康德干脆可能连思考都不行了 留下了一些遗注 康德其实真要想写一个统一的体系 但是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里边康德想要写一本书 叫鲜艳哲学的一本书 康德对鲜艳哲学理解已经不一样了 也就意味着要想把康德哲学作为一个整体 其实你考虑一下康德这些著作的结构 你会发现什么 他纯粹的批判 时间的批判 判断的批判 都是分别批判理性的一种功能 应该有一本书 把人类理性作为一个整体来去研究 康德把这个叫做鲜艳哲学 但他晚年就没有完成 好像他在遗注里边给鲜艳哲学下了不少于75个定义 这意味着什么 康德就已经始终在下定义 但他往下进行不下去了 甚至于康德在思考写作的时候 脑子发昏 因为康德有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他很节俭 他从来是要记账的 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要记账 康德前面还在给你信 就会下定义 后面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 记账就记在上面 实际上毕竟年岁大 那么在他之后 菲特 谢林 尤其到黑格 其实都要面对康德这个问题 那个时代是康德的时代 但是康德留的问题很 用后来的这些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说法 就是康德已经给出结论了 理性和自由这就是目标 但是康德这个东西没有论证 康德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菲特 谢林 尤其到黑格 其实就要解决康德这个二元论的问题 要重建一个完整的形式上学体系 但是这种重建形式上学体系 不见得能够受到后来哲学的认可 你比如说英美分析哲学 经常会说康德之后 不是康德的继承人 是康德的叛徒 你是回到独断论去 你没有沿着康德往下走 你是回去了 但是我们想 时间关系系列 菲特 谢林我们没有时间讲 当然我们要讲一讲黑格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我的一个说法 康德是现代哲学的开端 二世纪哲学之所以对康德这么重视 有很多都跟康德密切相关 黑格是古典哲学的终结 他建立一个庞大哲学体系 可以说让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发展的那些潜在的东西 有一次淋漓尽致的充分的发挥 但是从此之后 这条路后人不走 终结 古典哲学的终结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